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富人企图用已经下了毒的 他自己准备的饮料 想要跟店里面还没有卖出去的饮料 做一个调包的一个动作 如果被不知情的民众给喝下去 可能又会造成伤亡的一个情况 那这一种在公共场所 针对这种公开贩售的食物饮料 下毒的一个行为 我们在台湾通称他叫千面人 那这样子的行为当然是不对的 不过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过去在台湾 这个日本也有很多类似的一个日子 就让我们先介绍我们的来宾 带大家一起来了解 首先呢欢迎的是资深的媒体人 这个王瑞德 雄伟好 大家好 资深的媒体人胡孝成 大家好 环球科技大学的教授欧崇敬 大家好 文史工作者余远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媒体工作者康仁俊 雄伟好 大家好 好 美国这一次呢 抓到了这一名千面妇人啊 她是拥有化工硕士的一个背景啊 但目前呢她下毒手的这个动机还不明白 但不过呢感觉上好像真的 美国人平常被恐吓惯了 真的被吓大了 所以呢紧急性也比较高 这一次呢就是她这样动手掉包的时候呢 被后面的这些民众给看到了 马上跟店员检举了 才避免有这样的一个汗事发生 我们先来看这一则报道 好 从马拉松的炸弹客到台湾的高铁炸弹客到现在这种疑似切面人的一个事件呢 怎么感觉上好像呢最近呢 这种专门找不认识下手的人呢 这种情况特别多啊 但是呢 诶 这一个签面人下毒的这种情况呢 如果要这个追根就底呢 以前最有名的应该是从日本出来 这个衍生出来的这个怪人21面相的一个事件啊 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 当然要问瑞德哥啊 这个玄伟你知道吗 怪人21面相 我们21面相是一个日本的侦探小说啊 小说加个就写一个侦探小说叫做怪人20面相 20面相什么意思 他就加个数字 对 他有等于说不同的长相 他很会乔装打扮 很会变身 那你弄不出来他是谁就对了 所以他有20面相 甚至于加一个1就21面相 那台湾直接是把它翻译成千面人 因为他有很多种好像成千上万个不一样的这个长相模拟这样子 让你抓不到他 那么这个千面人呢 其实啊是1984年的时候呢 在日本所发生的一起案件 那么他是一个作案手法非常的狡猾的笨蛋 那千面人呢 曾经在日本作案的过程当中 曾经造成一个人死亡 一个人死亡 可是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跟他下毒没有关系 我等一下跟各位解释为什么 在1984年的时候呢 日本的重大的一家食品公司的社长 他们的社长相当于我们的董事长 夏秋桑 那夏秋桑呢 结果呢被绑架了 被一个男的绑架 那绑架了以后呢 勒俗的赎金高达10亿的日币 跟100公斤的黄金金条 在那个时候可能就开这么大了 而且呢他已经谈出说 你必须要如何交款 你必须要把 他那时候想出的交款手法就是 在电车啊 就是火车啦 经过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一个旗子在摇对不对哦 看那个红旗白旗就把钱丢下来 就把钱丢下来 那这个没想到说 鲁人勒俗啊 把这个社长关了以后 正在鲁人中正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 社长跑了 啊 社长跑了啊 没开楼 对 社长跑了 结果呢钱也没拿 然后呢人子跑了 然后呢自己就灰头土脸 对不对啊 什么也没有 白忙啊 对 因为他还没谈判好 大概金额是多少人就跑了 跑了以后呢 当然他就恼羞成怒 恼羞成怒 开始用写信打电话的方式勒俗 也像这家食品公司 还有另外几家食品公司 不断的勒俗什么呢 扬言要在他们的这些糖果跟饼干里面呢 还有饮料里面呢 下毒 下氢化物 所以呢 他每次呢都留一个纸条 下面庶名叫做怪人21面相 所以呢 后来大家用这个来称呼他 他比侦探小说里面的20面相 还多一个面相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抓不到我我更厉害 那从此以后就开始进行 这个警方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斗法 日本的警方为了办这个案子呢 出动了人次大概几十万人次 然后过滤过的这个线索十几万条 锁定的嫌犯了几万人 这样慢慢 而比较有可能设案的是几千人 每个都进去 最大这样 然后呢 所有能够动用的 一些所有的资源 全部都丢进去 就为了抓到他 那么他其实有好几次 可以逮到的机会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锁定的过程当中啊 一定要交款 他的目的是钱嘛 他要钱不要命 但是呢 他就会告诉你说 我现在在哪一家的这个超商 还是食品店的后面 那个柱子后面 我有放 里面有氢化物 结果你去 啵啵啵啵啵 真的有吗 真的有 真的有 但是他不会直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 因为他也怕人家吃了万一死掉了 死掉就弄熟了 他就不能勒熟了嘛 那几次 我不是说他的作案手法都是拿着那个一个红布白布在火车 铁路旁边摇嘛 这一招后来我们的台湾的电影也拿来讽刺过 也拿来讽刺 也是要用这招 结果没想到有一次呢 因为这些公司实际上事实上 私下有跟他这个touch也达成妥协 可是也报案 那么有一次呢 假装成是公司的要缴这些署款的人呢 那个都是警方的探员 那么就在电车上面火车上面准备好钱里面有追踪器 然后旁边所有的道路全部都是警察 沿线所有的道路全部是警察 让他没得跑 真的有看到那个红布在摇你知道吗 对 那个探员准备要丢的时候发现火车开的太快了 太快了 他来不及丢 结果火车就开走了 开走以后来不及 然后这个签面人就又一次的挥头 又失败 又很生气了 你根本不甩我 所以这一次他更狠了 他直接把这个藏友这个青蛙屋的东西对不对 放在这个超商的门口 哇 他的意思就是说再不给钱 我就直接放在柜子上 所以呢 经过好几次动员要抓他的过程当中呢 警方意外发现一件事情 刚刚讲的那个社长被俘虏的那个过程啊 被他那个掳人的过程 发现了一个男子 那个男子呢 我的眼睛已经够小对不对 他的眼睛比我还小 更小啊 他像狐狸一样 狐狸一眼男子 为什么 眯成一条直线 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 附近曾经见过这个人 好久看过 而在后来啊 不是沿路要跟踪 然后要看看是在哪里丢钱吗 在一辆车子里面 看到了同样一个人 也有看到他 在要缴款的过程当中 有一辆车子经过 也看到同样一个人 那这样嫌疑就很大 后来在另外一次交款的过程当中 还来不及交款 因为附近的那个警察太尽责了 你知道吗 发现了一部张车 就把张车一拦下来 那个司机 车子一停 人就跑掉了 哇 不约而通的也是狐狸眼的这个男子 所以后来呢 他们认为应该就是这个狐狸眼男子 所以呢 就发出了一个悬赏的查器专刊 里面就是个狐狸眼的男子 那我说他一直都没有害死人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会有发生一个命案呢 原来啊 在这个案子发生 经过整整两年了以后呢 有一个在他这个案子发生地的一个警察的派出所的所长 他们叫署长 警察署的署长 因为没有办法破案 他退休 等那一天下午切户自杀 先切户再举枪自杀 他认为自己对不起市民你知道吗 我竟然没有办法抓到这个坏蛋就对了 还有这个糖果公司的相关的高层发生了空难 空难 结果在那一天啊 这个怪人21面相发表了一个宣言就对 他以前都会寄给 顺便寄给媒体 他正式向媒体发表一个宣言 在下告老还乡 今天开始就不做了 所以一直到今天 整个他的作案的追溯时效已经过了 都没有办法知道他是谁 这个呢就是怪人21面相的一个故事啊 所以呢公共安全的议题呢 随时就要提醒大家多留心一点 因为呢毕竟这是会出人命的事 而且呢最怕呢这个当的时候呢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 其他人造成一个模仿的一个风潮 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所以呢日本有怪人21面相 其实台湾也有 而且呢他就又再多一面 就知道自己人是22面相 这感觉就是一个很明白的模仿犯 就在台湾嘛人俊 没错其实1984年日本出了这个怪盗21面相的时候 其实当时曾经引起非常多的恐慌 结果没想到两年之后 1986年台湾就有人引进这样的犯罪手法 所以就完全就是学习了 对而且他还多了他一下 他刚才讲说是漫画嘛对不对 他2021 他就进化版变成22面相 那台湾这个案子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 叫做这个下财信 那这个案子是这样 就是下财信他跟他公司的员工 一个叫张明迁的人 他们两个是计划在泡面里面 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吃泡面 而且台湾的泡面口味很多 而且到处都买得到 他是打算在泡面里面加入青酸甲 然后他这个做法很简单 对他就是要跟这个食品公司 大概有几个大厂啊 什么统一啊 然后这个菊水宣啊 艺美这些 他们总要勒索大概1000多万 那这个案子事后事实上是没有成功 但是因为其实一开始 日本这个怪盗22面相 这个案子出来的时候 大家其实都是很轰动嘛 可是一直到这个下财信 他们两个犯这个案子之后 台湾的媒体才从这个时候 把这些在这个饮料啦 或食品里面下毒的人 对才把他证明说 你只要做这个事 通通就叫做签面人 就是因为这样才有这个称呼 就是这样子才给他证明了 你知道吗 这个不是很荣誉的 这当然不是很荣誉 对对对 那下财信这个人 因为公司经营不是很好 所以他后来就大概有些 周转上面的问题之后 他就开始有一些借贷 那甚至后来就有一些犯罪的行为 比如说放高利贷 或者是侵占 就走偏了就越来越偏 对那这个案子事实上 并没有造成实际 并没有实际上造成人员的伤亡 为什么 因为后来这两个人 就是还没有正式开始做 就已经后来被抓了 对那被抓的时候 这个下财信本来被捕了之后 那检察官就讲说 你这样子在这种 不特定的食品里面放东西 那危害社会安全的那个影响 很严重 所以当时要判他什么叫恐吓取材 还有预备杀人 结果这个下财信 他在这个检方征讯他 他就为自己辩解 他说什么 他说我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就有负责资金 而且我是准备毒计没有错 那我另外一个工作 我就准备影印那个恐吓信 那那个毒也不是我去放的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这个案子我发现说 未来如果这个流出去之后 可能影响很大 所以我是自己来自首 而且我还咬出我的共犯 那就是卸责的意思 对他就卸责了 结果警方 检方就采信他这样的说法 那本来要判他重罪 最后就是说 好你这个预谋犯罪也没有成立 恐吓取材也没有成立 那我就减轻你的图形 后来他基本上就是只有官 两年不到他就出狱了 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不过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这些犯罪行为 真的是与法不容 天理都不容 大家千万不能够这样子 有什么问题 就这样造成一个模仿的现象 不过刚刚讲的两个的例子 不管日本跟台湾 其实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所以如果在台湾要讲到 这个切面人下毒的事件 最有名 而且真的有造成人员死伤的 当然就是2005年的毒蛮牛事件 先带大家一起来回顾这一则新闻 看清楚了吗 这名戴着安全帽的20多岁男子 从外头走进超市内 先是在冷冻櫃前东张西望 接着就从黑色包包内 拿出一罐疑似蛮牛往柜上放 一直到后方有人上前 男子随即离开 这个切面人在第一家超市 花了三分钟翻案后 转往200公尺外的独立中心 这回男子脱掉了安全帽 先是深冬即西走进货架 接着绕到后方 取出包包内的毒蛮牛 上架成功 两个翻案地点 前后十分钟 两个小时后 前面人潜入市区 民族路上的超商 用了前两次的经验 这次更从容不破 从口袋拿出毒蛮牛上架 转身离开 始终没有人发现 好 这一次呢 这个案件 毒蛮牛的事件 那个时候 真的是造成台湾的一个恐慌 所以警察也非常重视这个案子 因为真的就造成民众呢 无辜的 我只是去买个饮料 喝下去就死了 真的是不像话 对 民国94年5月份的时候 在大台中地区 掀起了一股恐慌 那这恐慌是来自于 有很多民众了 他就莫名其妙 突然就中毒了 有人是入导在马路边这样子 后来警方去查的时候 才发现到有个状态 什么状态 去饮料店 就像便利商店 就没有防备 没有防范 拿完之后 开到网里面就惯了 对啊 没有仔细去看 这样子 后来之后 这个事情 因为一开始没有查到任何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锁定嫌疑犯 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饮料公司 也没有收到任何恐慌信 啊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下毒呢 通常以外来讲 你要下这个毒的话 应该是去裁判 一定有目的啊 那但是在当时的时候 那家公司说 哎 我没有收到任何的一个警虚 哇 那就很奇怪了 这就很 这有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造成非常的一个恐慌 大家就开始在想说 到底是喝这个饮料 到底安不安全呢 对啊 所以卫生署就下令说 好 从现在开始 不准再生产这个饮料 暂时不要生产 而这个饮料公司呢 也就寄出了100万的一个悬赏金 对啊 这影响商欲啊 这很严重啊 后来经过警方呢 过滤大概20多个监视器以后 然后呢 在做过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了之后呢 他们慢慢开始发现到 一个人 这个人是住在台 当时叫台北县 叫新北市 一个叫王靖斩 40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中年人 驻台北 结果到台中去了 对是 他有涉嫌 后来最后的事 在5月27号那一天 就把他逮捕 抓到了 抓到了之后呢 后来之后他就坦诚 当时也是模仿日本这个签名 也是模仿 也是这样的一个手法 然后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警告动作 那因为后来 你照样讲 已经有一人死亡 因为那个时候有四个人中毒嘛 一个人死亡嘛 这就大罪了 对 所以在一审的时候判他死刑 然后在二审 二审的时候呢 前面跟三审还是维持死刑的判斥 还是死刑 到跟市的时候 当时的一个 那个程审的一个法官 他认为是说 你那个时候在上面有贴了说 我有读勤务科 还有骷髅头 这个警示的一个标语 然后所以没有谁杀人之故意 所以后来就把判主无期徒刑 但是家属 有没有 至亲不能接受 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不过这个就是当时震惊社会 这个毒蛮牛事件 不过我们讲到这个签面人 从日本一开始 一直演化到台湾 大家就想着 就是在公众的安全的 做一个这种攻击的一个行为 还有各式各样的签面人 瑞德哥有什么例子吗 是在这个奥地利维也纳的 红牛总部 红牛是一种饮料 很有名的饮料 也是机能饮料 对没有错 那么他接到歹徒 所打来的勒索电话 扬言干什么呢 他们扬言要在红牛的 这个机能饮料里面 加入人类的一些排泄物 就是把你弄得很脏就对了 然后故意到处乱放 像签面人一样 签面人是放毒药 那么他是放排泄物 那借此来勒索不给钱 我就给你乱搞 然后弄你乱吹八糟 然后不过有时候 他们就是选择 有些公司会选择不跟你妥协 所以他选择不妥协 不妥协 报警之外他还直接公布 像全世界这样公布 有人做这种事情 另外买的话请你小心开一下 你们扭转扭开之类的 那事实上当时 我们讲到日本的签面人事件 申涌公司后来正式宣布 回收所有有问题的产品 这应该的啊 虽然他那个料的钱 是几十亿几百亿 他就愿意把它全部都回收过来 所以后来日本人 这是我们必须敬佩日本人的一个地方 日本的民众就发起一个 支援支持申涌牛奶糖公司的一个运动 就是去买 大家去买申涌公司 因为他这样蛮负责的 就是说去买以后的支持 就是这样一个不像歹徒妥协的一个企业 所以申涌公司的那个牛奶糖食品 才这样子又起来 那除此之外呢 美国加州出现的这个签面人就很可恶了 真的啊 因为他选择的是什么呢 选择的是婴儿食品 他选的婴儿食品 有时候是会用一些罐装的打开会有空气嘛 一下就打开了嘛 所以很容易打开 所以他竟然在这个婴儿食品里面加入了臂麻毒 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一次的波士顿爆炸事件 不是有人就寄臂麻毒给国会 给欧巴马给谁吗 那么臂麻毒如果你吃进去了以后 如果你中毒了以后呢 那是无药可救 而且死亡的时间很快 几天一开始症状就好像发烧一样 他竟然为了勒索 竟然在婴儿食品里面放臂麻毒 这太严重了 但是他还没想到他此举啊 不是只惹毛警方而已 FBI全部都惹火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婴儿食品影响太大 所以不是单一的刑案 所以FBI一介入 马上就有把他逮捕 然后日本呢 刚刚讲过了 包括泡面啊 有放相关的东西啦 然后最离谱的是 扬言要在眼药水里面放毒液 眼药水 因为眼药水 通常我不小心转一转 可以转以后 第一两个都还进去 就是要勒索 在日本的21面向 这个千面人下毒事件 发生了以后 一直到今天 日本已经出现了500多起 类似的恐吓勒索的方式 其中影响所及 因为这个作案的手法 太被人家英雄化了 因为没有逮到他嘛 其实他是个笨蛋 因为他同楼到尾都没有拿到钱 对不对 可是呢 太英雄化了 漫画 卡通 小说 然后一直到电视剧跟电影 单单电影就已经 不知道演几遍了 所以日本有时候 竟然把它当作一个 模幻的方向 其中有几个国小的小朋友 为了要掌上型的游戏机 竟然自己打电话 访下21人面向 说我要放毒 在你的视频里面 那真的是害惨人 警方逮捕的时候 吓了一跳 竟然是国小的学生 你就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 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模仿 注意一下就是在香港过去在十多年前发生过 连续的迷奸犯 他的一个方式就是拿针孔注入到铝包装里面 然后那是水平高剂量的整理器 让这个女孩子喝了之后昏迷 他一开始是要取材 就是想骗他的提款机的号码 后来之后也变成为一个性侵的一个事件 所以呼吁很多的女孩子 你们今天到那个去买的时候 稍微那个像吕娃娃那种算机捏一下 那我们台湾市曾经发生过 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休息区 在那个饮料里面呢 注射安眠药 为什么呢 他尾随着喝这个饮料的人 就跟着他就好 对 因为你后来就想睡觉 受不了了就靠路边 竟然这样子连续的行窃 后来这个案子有破 这个非常的恶劣 为什么呢 因为万一驾驶一个不小心 就连续车祸了 所以真的防人之心不可有 但也提醒大家 逮路不可行 台湾新闻尽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也是社会案件 跟这个人体实验有关 要告诉大家 这些比较贫穷的国家 落后的国家 无奈必须去接受 这种新药实验的人生悲歌 马上回来 新药 新科技 新产品 在推出之前 往往都要经过一而再 再而三的实验 确定产品安全无余的时候 才可以公开上市 造福广大的一个民众 但是这些新产品 特别是指药品的一个部分 在推出之前 一定都会有经过 这样的漫长的黑暗的实验期 从早期从动物实验 再进一步到人体的实验 所以就会衍生出了 一些社会现象 值得是大家来讨论 特别是在那些 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 责任的就有这种 黑暗的人体实验的一些事情 这种比较不好的一些新闻 也是比较悲剧的一些新闻 常常传出来 让我们先从新闻开始看起 俄罗斯媒体报道 印度在2005年 放宽药物试验线之后 多间欧美药厂 为降低成本 在印度进行人体试验 7年内共涉及57万人 其中最少2644人 因为试药而死 试药工作报酬丰厚 因此受害者大多都是穷人 加上合约注明 试药可能会出现 不可预知的后果 所以就算丧命 恐怕也很难起诉相关药厂 好 实验有必要性 但是过程真的很没有人性 所以刚刚看到的这 真的就发生在印度 而且特别就是印度的穷人 这是真的是社会 比较底层的悲歌 熊威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防蚊液 那么防蚊液的发明 要知道它的药效到底有没有效 很简单 那你一定要涂在人体上 当然 然后那个实验是怎么样 那时候有一批大学生 很喜欢赚这样的钱 为什么 一个塑胶透明的盒子里面 那么大学生只要把他的手 伸进去里面 那看他蚊子咬不咬 咬多少咬不咬 那我就知道说 这个剂量大概怎么样 是不是合 对啊 那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就是让他痒 就是让他痛 就是让他咬就对了 就有钱赚了 对身体还没有大量的伤害 美国人啊 什么是给外面的包啊 给外国人用啊 那很多美国人说 你没有工作 失业率高 不公平 可是只有一个东西呢 他老百姓是不是不争取的 就不争取啊 是什么 就是人体实验 尤其是药品 新药的人体实验 讲难听一点 就算是白老鼠一样 白老鼠 你先有这个实验室里面的老鼠 对不对啊 实验完了 实验完了要人体啊 对不对 那人体实验 那谁来做实验啊 新药都会有风险 那么最近呢 他们就把这个念头 动到了印度的这个手上 为什么这个印度的 这些人的身上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选择印度的原因 是因为印度有10亿人口 大概就除了这个中国有13亿啊 再来印度10亿就第二多了嘛 还有印度的人 各社人种都有 他也有我们看到的黄种人 有人很黑 也有白人 各式各样的人 种族非常的多 第三 绝大部分的印度人都很穷 穷有什么好处 穷就穷 对他们这些药厂来讲 穷的人呢 他买不起很多的药 所以比如说 我今天这个药 要专门针对糖尿病的话 就给他实验 对 为什么 因为他之前应该没有吃过 其他公司出产的 这个糖尿病的药 所以不会有老药 抗新药 抗药性的问题 所以赌一把就是 没有错 我在他身上就可以知道 我这个新药下去 到底有没有用 而且他们也很乐意啊 第四个其实是最重要的 第四个是什么 便宜 便宜 对 我用在他们身上 那么便宜对不对 他们有计算过 用在一个药的 发展的整个经费里面 一种新药 大概要花快9亿美元 其中有40%以上 都是用在实验 尤其是人体实验上面 这个价格非常的贵等等 所以他印度 如果在印度的话 可以便宜至少六成 那么从2005年印度大量的开放 人体实验以后 还开放 就是开放 那你可以经过法定的程序 在安全无余精光下 当然会加这一句 保证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签一个合约 就是说你愿意拿多少钱 来进行这个辛苦的试验 他上面是写辛苦的试验 就是新药的辛苦试验 那么可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是后果要致富 后果致富 所以他们很多的 平成的印度人就认为说 因为这个辛苦试验 我什么事都不用做 就吃药就好了 然后我拿到的钱 超过一个月 你很认真去出卖劳力所赚的钱 何乐而不为 57万人从2005年到现在 7年多了 已经都已经尝试过这样的 这个等于说尝试了 总共造成了2644个人死亡 死掉就2000多 心脏病的药 吃下去没多久 三个人挂了 一种治疗这个精神方面疾病的 一个年轻人 二三十岁而已 吃了以后也走了 年轻人都受不了 而且他会有后一种 刚讲过57万人去尝试 那57万人去尝试了以后呢 竟然没死的 死2600多人了 没死的里面呢 12万人里面有副作用 就是说这个药是有副作用的 然后呢 这么可怕的是 既然投注这么大的心力 牺牲了2000多条人命 成果应该很丰盛 应该也要有成果了吧 你已经研制出来了 很不错的药了 对不对 475种实验的新药 最后只有17种 安全通过人体实验 这成功率还真低啊 如果这样的死亡率 发生在美国本土 你觉得会怎样 那一定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风暴 不过就像刚刚瑞德哥讲 就真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靠着这种人体的药物实验资源去参加来做这个赚钱 赚取你的生活费的一个情况 但是结果就像刚刚讲的 真的那个药吃下去 好像神农常白草一样 你会吃到的结果是什么 不知道 其实台湾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 林俊 没错 其实你知道根据统计 台湾一年有在进行的药物试验 包含刚刚瑞德哥讲说用叉的 或者是打针的或者吃药 一年有将近八百到九百下 所以还是很多的 很多 而且台湾的排名 几乎还是亚洲排前面的 赞全球第十名 一直要积极开发新药就是 刚刚瑞德哥提到的 就是我们会做一个动物的实验 动物试验完之后 会进入所谓的人体试验的阶段 那这个人体试验阶段 它会分四个步骤 分这么多 第一个步骤 因为这个药它先做出来 所以它是要先找 先找健康的人体 这个健康的人体 它就要了解说 那我这个药 这个吃下去之后 对 我这个分布的状态 我吸收的状态 还有我怎么样去排放 我这个整个的状况 我要先做了解 所以第一个阶段 通常是最危险的 到第三阶段的时候 它就是大批 就比如说几百个 或几千个 有这个药 有这个病的人 那我们就一起来试验 然后到第四阶段的时候 药上市了 它就会做长期的观察 那我们现在提的 其实第一阶段 就是说在健康人体的这个部分 因为你知道其实 很多人都喜欢拿试用品 或试吃品 都觉得很棒 可是药物这个东西 其实很可怕 因为你吃进去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有人就讲说 你根本是拿命来换钱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讲换钱 因为它真的很好赚 很好赚 对你看像瑞德哥 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他就放在那边 一喷一喷一喷 那种一种 你知道前进台湾很多人 会去参加这种 这个药物试验 而且还抢破头 还抢破头 最多参加的学生 有根据统计 有很多其实是来自 医学院的学生 医学院的学生 因为他们得到这个 这个资讯是来的丰富 而且快速的 那再来就是他钱好赚 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以药物试验来讲 一天如果是一般的 这种没有大害性的这种药物 一天大概是2000块钱 一天就有2000块钱 只要去吃个药就好了 对那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每天早上7点半的时候 就去打个卡 那打个卡呢 就是到公司报到之后 他就先给你抽血 抽血完之后就吃药 吃完药之后 这一天的时间 就像上班族一样 可是你只要每个小时 做一件事 让他抽血 就是再抽血再检查 再抽血再检查 所以他们称这个叫做疗程 疗程 不把它称为就是你在吃压 就是一个疗程 那一个疗程大概就是两天到四天 不一定看他的药 然后一天两千 对一天两千 那如果高一点的 搞不好一天就好几千块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赚这个钱是容易的 可是他有一个问题在 刚刚瑞德哥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什么 你要去的时候 你要写一个窃节书 对 或果自负 药商其实他们也会规避 为什么 你今天这些人来 那你如果身体状况有问题 或者是 你之前有参加过人体试验的 那你反复的 你这样来接受我试验 那我的药就不准嘛 对 所以厂商通常都会叫这些学生 或者是来参加的人说 你要写一个窃节书 保证你的身体状况 跟你没有参加过相关的试验 问题是这个窃节书 它写上去就写上去了 你没有办法去查证它的真位 所以台湾就曾经发生过一个案例 有个25岁的音乐人 他一年参加13种新药的试验 这么爱吃药 而且他很麻烦的是说 一般我们讲吃药 吃药其实就是一种 药里面一定有些成分 一定有 所以我们身体靠什么地方去排 肝跟肾 对不对 你的排毒跟解毒 就是靠这两个 所以吃过头了吗 而且这个人 他自己本身 他有肝病 本来就还有肝病 家族还有肝癌室 就他都没有 没有详实的填写 最后他被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是肝癌二期了 所以你看这样 这种人体试验 台湾虽然有一个叫做 人体试验法 但是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具体的成效 或者是实施 所以在这个部分 就会变成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对 所以其实这个相关的人体试验 除了刚刚一开始讲的 这个印度之外 还有一个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还有一个大宗 那就是非洲大陆 其实也有这种 比较黑心的人体实验的一些故事 相关的题材也有拍成电影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片段 好 这电影呢 讲的是非洲的奈吉利亚 所以出现了一个人体实验的一个状况 结果呢 这个真实的故事啊 就在奈吉利亚这个政府呢 都还要跟这一个世界大药厂 做出天价的一个求偿 不过那真的是有一点矛盾的一个情况 因为你其实你要推出新药 你真的就要有人体来做实验 但这种矛盾的情况要怎么解呢 欧老师 这几乎没办法解 没办法解 大概要靠复制人 才可能有办法 但复制人呢 如果从伦理学家的角度来说 也有人权的角度 因为他到时候有生命呢 也有他自己的意识呢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处理他 而且他是不是人类 只要你承认他是人类 那就又不能这样做 对 换言之说这里面有一个 矛盾点和死角是难以处理啊 那排名世界第一的辉瑞制药厂 就曾经跟 奈布雷亚有这样相关的实验 是这个脑膜炎的药 脑膜炎的药 发生了以后 做了实验就是相关 若干十日之后 就果然有很多小孩子出现问题 比如说 小麻痹啊等等 各种奇特的问题都出现 这是后续症 这跟药有关吗 真的是有关 你很难证明没有关 对啊 然后他当然一定要否认是 是无关的 所以药厂当然一定是说没关系 而且他一定会 释出原来的这些所有的合约啊 什么的相关稳健 那请注意啊 这是世界排名第一 总部在纽约的制药厂 大药厂 上次也如此 而且他面对国家 是非洲 这个人口事件排名第七 的莱比瑞亚 就是大对小 一亿六千万人 这样的国家 那也就是说 尤其是这样的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然后人口这么多 好像你觉得死一点没有什么差的 其实也都很有人权意识了 可是他就是不会跑在美国里面自己做实验 就像刚刚瑞德热所说的 所以这里面的冲突呢 是几乎是无解的一个状态 对 那除非说我们可以找到替代性的生物 每一种药 它替代性生物一定绝对有效 但目前为止在生物学上 还是没有办法克服 所以这是一个现象 不过呢 美国的这个人出包呢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刚刚讲的这个药厂 就是总部在美国 那其实呢在过去啊 美国呢也因为了这个呢 要研究呢 跟美毒实验的这个相关有关的这个药呢 所以呢 对非洲医的黑人来做实验 结果呢 当然是造成了非常惨重的一个伤害的一个情况 搞得呢 这个过了好几年之后呢 美国政府还要亲自出来道歉赔偿啊 远轩哥 对所以常常就是听到说美国坏透了 又听你也听过啊 这就是真的一个是美国坏透的一个例子 真的是啊 但是这时间很长 才1932年到1972年 那不在二战差不多的时间 对因为那个时候20世纪 20世纪大概30年代的时候 30年代 对这个时候没读啊 虽然是大家就听了会觉得很害怕 听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听SARS 或是听这个 就是一个未知的一种情况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病 然后美国大兵又在全世界各地作战 所以他们自己心动很害怕 他们就想到说 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人体试验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装着很好心 到阿拉巴马州 找了399个非洲裔的这个男子 一定都是非洲裔 一定都是非洲裔黑人 这叫做种族歧视 真的耶 他不会用白人 就找他们 因为他们身上有病 也带着梅毒 然后就跟他们讲说 我要免费治疗你们 用这样的一个名义 然后当地的大学 他们也认为说 如果能够获得治疗 因为这些人都是穷人嘛 都是平民嘛 能够获得这样医疗照顾也是不错 所以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 也做了这项计划 就参加这个 对 但是这项计划里面是 只观察不治疗 也就是说他们被观察 40年当作实验品 不去治疗他 可是这个40年阶段里面 有没有这种 治疗梅毒的药物出现 有 有 在1947年的时候 有青梅素 有发现 最后有盘尼西林的发明 是可以治疗的 可是就放着 还是不治疗 不治疗他们 不帮他们治疗 对 然后另外准备了 另外一组的控制组 再两两对照 还要做对照 来做观察 他们想要了解的是 美国想要了解的是 梅毒在这种 自然发生的一个历程是怎么样 那真的是白老鼠 那就白老鼠 所以后来到1972年 这个事件被揭发的时候 是有人告密 跟媒体去讲说 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引起渲染大波 这个计划就停了 然后在此之前呢 就有29个人 死于这个梅毒 100个人 是因为梅毒的病发症死的 然后40个妻子 因为这样子被感染 都被感染 19个小孩垂直感染 就因为这样的事 就因为这样子 一直到1972年的时候呢 原来399个人当中 只存活了74个人 死亡率也太高了吧 死亡率是非常的高 而且这是医疗史上面 连续没有治疗的人体实验 我们通常都还会吃药 都还要帮他救救治疗 对 40年你都不会去管他 那真的太惨了 所以这个有时候看美国电影 他们不是有什么 生人物性之类的 对不对 也是 然后就说 这个对人体有贡献 对未来医学有贡献 那你不把人当人吗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认为这是有严重的种族歧视 所以在1997年的时候 柯林顿总统 他就为这个事情 来做正式的道歉 道歉还要做赔偿 这是在美国的出包的一个情况 不过呢 美国的好兄弟英国 也有类似这样子的 严重出包的一个事件 而且好像真的在看这种惊悚片一样 生物打了这个药之后就突变 人种的跟大象一样 真的发生在英国 孝诚哥 对现在英国伦敦就也发生一个 就人体实验上面的一个出错情况 那同样问题就是还是美国人坏透 还是美国 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小的药厂 他接受一个美国的一个大药厂的委托 他研发出一种叫做 他是专门治那个所谓的 那个风湿性关节 还有包括血癌的一个新药 目的都是好的 对他这个新药 他进入到人体实验阶段的时候 他就找了八个人 然后来做实验 这八个人里面来讲 有四个亚洲裔的 一个英国人 然后两个澳洲人 然后一个南非人 有比较普通 均分一点 对他们每个人的话都经过 他们就是严格的筛选 在体能各方面 他们的一个 BMI的基本 这上面都是符合他们的要求 那他们一开始就拿到 两千块钱英镑 大概差不多十一万台币 那算很多 对然后每一次 要做十一次人体实验注射 然后这十一次 每次还可以拿到 上十块英镑这样子一个筹码 还是为了钱 不错很多 对 就在第一次实验的时候呢 就第一次注射下去 这八个人就去了 去了之后 一下就倒六个人 当下其中六个人 开始在地上打滚 然后他们觉得 好像身上好像就像着火一样 要赶紧把自己的那个衣服要脱掉这样子 然后只有两个没有事 另外两个说奇怪 为什么六个在那边这样子痛苦症状 我们两个都没有事 事实上是那两个是打了安慰剂 他没有打就是了 打了就真的都有事了 他有没有心理上面的因素这个问题 这样 那结果其中两个人最惨 一个是亚洲裔的 另外一个就是英国人 那他们产到什么程度 其中那个英国的一个大学生 他整个脸肿的有没有三倍大 突然间像像人一样这样子 所以他就讲说很类似像像人这种状况 那种发生 这是根本是突变嘛 而且还造成什么东西 其中这两个人比较危险的 还造成器官衰竭 现在还在急救中 对很危险 可能可能会会有生命的危险 过去台湾的时候 有发生过一个情况 就是做人体实验证 有大学生有没有 然后也去接受这个药物的实验 那我们台湾的价码是多少 我跟你讲 这有超级廉价 超级廉价 因为三万到四万块钱而已 这样很低 每一个疗程的时间 它是十到十五天 三到四万你觉得很好赚吗 这其中的话来说 有两个大学生 女大学生有没有 送到医院去急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注射完之后 那个上下嘴唇 腫了跟德国乡城 挂在上面是一模一样 真的就腫起来 好了真的是呢 社会上必须要有新药 但是又有一种 必须要人体实验的悲歌 在这边提供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 再来是圣主的时间 一起来看看 历史上的今天发生什么事 跟文艺复兴时期 一个超级天才的 这个艺术家有关 来听听 历史上的今天 1519年5月2日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李奥纳多达文西去世 达文西是公认的天才 他不只是画家 雕刻家 建筑师 音乐家 同时也是发明家 工程师 数学家 与解剖学家 他的绘画作品中以 蒙娜丽莎最负圣名 但是除了绘画 达文西喜欢钻研科学 终其一生 每天都在做笔记 他留下大批的手稿 其中有多达 一万三千页的笔记 是关于达文西 对于科学的想象 在当时远远超出 十六世纪人们的理解 像是直升机 坦克 机关枪 降落伞等等 另外 达文西也解剖过 三十具不同年龄 性别的人体 还描绘出 超过两百万的人体 解剖图 包括大脑 肺脏 神经网络 他甚至是第一位 画出子宫内胎儿的人 有趣的是 左撇子的他 喜欢镜像书写 所以他留下的手稿 十分兼设难懂 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位天才达文西 能够一边用手作画 一边用手写字 的确是文艺复兴 第一大师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 好 在古代 有这个老顽童周伯通 能够创造这个 左右互搏之术 所以在金庸大师的观点里面 是要像郭靖这样 心思单纯的人 才可以左手右手 一起来 所以这样的意思是 这个达文西 他也是这么单纯的人吗 袁炫哥 其实我觉得达文西 一点都不单纯 那他可以左手右手 左手画右手写 对 非常天才的一个人 他不但是在艺术上面有成就 在科学上面也有成就 而且他各种好奇心他都有 他算是15世纪里面的一个 全方位发展的一个 真的是全方位 对 而且他写了很多东西 几乎是用那种 像是密码方式那种存在一样 要让后人去猜 能这么天才 对 所以他的这个左右脑的 这种灵活度应该是很高的 那跟这个小说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小说里面写的好像说心思单纯才会 但我觉得像他这样子心思细腻的人 也许更会 像他画画里面就藏了很多的这种密码 或者是符号 让人家去猜半天 那我觉得达文西他可能是这个左右手都会写 也就是所谓的左立手跟右立手 这其实还蛮特别的 这比较左立手右立手 就是我们小婴儿出生的时候在胎儿时期 靠近你嘴巴的那只手 他大概出生以后 就是靠那只手 对 如果他是靠近右手 他就可能就变右撇子 左手就左撇子 那他这样就在中间啊 不然怎么左右手这么凝固 那就双手互用了 哇 真的很厉害啊 所以通常来讲 如果那个左撇子的比例来讲 是比较低一点的 大概是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五 总是会有的 还是有当然 还是有 那这左撇子呢是比较聪明的 这曾经就有人讲说 从雷根时期的总统啊 美国总统来算起来 一直算到现在的欧巴马 哪一个总统最笨 右撇子总统最笨 哪一个就是小布希 就是小布希 其他都是左手 其他不然就是左右手都会了 那达文希来讲呢 他很厉害 他就是因为 这种所谓的镜像的写作的方式 是这个前后相反左右颠倒的这种 好像你照镜子的时候 你才会浮现说 他原来到底在写什么 那通常来讲 这应该是用左手去进行的 你右手不会写出像这样的一个 基本上同时写都已经很难了 大家可以试试看 对啊 你先做一个 左手画圆 右手画方 最简单的都画不好 对 他觉得同时 所以达文希来讲呢 这个部分真的是蛮天才 好 所以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台湾新闻进行到这边 再请大家稍后片刻 待会回来 又很有趣了 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不管是台湾还是外国 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 真的就有那种天才的父母 会帮自己的小孩子 取一些很天才的名字吗 待会一起来看看 好 每个小孩子的都是父母亲的心肝宝贝 所以出生以后呢 一定要取一个大吉大利又好听的名字呢 才正确 但是呢 就是有一些蛮天才的父母啊 这个还蛮奇怪 还蛮奇妙的 为什么 因为纽西兰的政府呢 就公布了77个这种奇怪的一个名词啊 用法律强制的规定 禁止了他们的这些名字呢 取了这种怪怪的名字 什么怪怪的名字呢 任俊 那个纽西兰政府在1号的时候 公布了77个宝宝的名字 那这个名字是禁用的 什么叫不准用 对 不准用 就是你太怪的 有冒犯性的 或者是有这种侮辱性 污蔑性的 真的有人就要取架 还真的这个名字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信教的关系 有人把这个名字 宝宝的名字取名叫做耶稣 所以不行 上帝不能跟上帝同名 有耶稣就有什么 就有撒旦 路西法 没错 这个也不行 那可能有这个父母 可能比较崇尚这个帮派组织之类的 取名叫做黑手党无拒 这一定要用法律来制裁 对 我告诉你 这也不行 对 所以这个名字上面 基本上是有一些禁忌的 所以纽西兰它有公布一个 官方的一个禁用的 头衔的名字 就你不能把头衔拿来当名字 所以你只要取到这个名字 都会都不准 对 你可以取名字 但你不能把自己的儿子 就叫成国王 公爵 公主 这个不行 那另外有一个很特别 这个就是你现在下面看到 那个叫做法官 法官也不行 法官这个也不行 他想要崇高的 其实是正义啊 对 他有崇高地位的 那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笑的 就是你知道 就是那个纽西兰的 这个家事法庭有特别 日前特别要求一对父母 为他这个小孩子 他小孩子已经九岁了 要把他改名字 他的这个儿子 这个小朋友的名字叫什么 跳夏威夷呼拉舞的塔鲁拉 这直接叫阿鲁巴比较快吧 你看我的老天啊 这小朋友以后长大之后 所以他这样可以吗 不行 也不行 要求他改名字 结果后来这个父母 把他改名叫做什么 你知道叫做超人 超人 叫做超人 这么直接啊 对对对 而且这一次怪名里面 还有一个叫做 用数字叫4 R-E-A-L 4-R-E-A-L 叫什么 来真的 来真的 这对不起 这也不行 这好像感觉 纽西兰还蛮严格 但是我们看的这些 是比较用英文的 用字母来讲 取的名字 但是用汉字的来取的 更怪 怪更多 远轩哥 对啊 因为汉字本身 它就比较复杂 光是姓 这个姓字 就已经有两万多个了 那你如果再加上名 那就更巧妙 然后有两个字 有三个字 有四个字 那就不能正常一点 可以发展出六个字 什么孟庭 君庭 佩君 这种很正常的 不是很好吗 那蔡奇 太菜市场 太普遍的不行 可是你也不能太新潮 新潮到看起来像 像火新闻 这样就很奇怪 来看看这个中国的怪名字 你看这个 看得懂吗 赵一 A 所以用中文加一个英文 这还蛮有创意的 火新闻好像车牌号码 不太像人的名字 那他干脆叫赵真A算了 还有吗 这个奥斯瑞纳王 我就是不知道 这个到底算姓奥呢 所以这中国取这个名字 对 因为中国应该是姓在最前面 对不对 然后在最后 这个就更匪夷所思了 那个是什么 那是小老鼠 小老鼠 那是个符号 对啊 这叫ate 对不对 这样没有 翻译成叫做爱他 没有被抓去劳改吗 这些 这些父母还蛮奇怪 还有吗 蛮好玩 但这个就比较稍微传统一点 只是大家看不懂 因为这是从康熙字里面去截取过来 这要怎么念 这还真的念不出来 王 我会念 我也会念 对 后面两个字谁会念 两点念什么 就是二 冰嘛 冰 对不对 冰 也有叫高富帅的 这个人 别想要去上学了 每天都被同学围殴了 当然还有刚刚一开始看到这名字 还有叫赫赫赫 所以这个是提供给大家的 在中国用汉字做取名字 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名字呢 给大家来看看 还蛮好笑 但是如果讲到这个名字 有一个呢 取的特别长 特别怪 一定也会被人家讨厌的 是不是 欧老师 他不要 你念出来 毕卡索 毕卡索是因为他家庭的原因 所以有103个字母 所以他不是姓毕 对对对 他是叫 简称毕卡索 对 前面要有一大声 那你念的出来吗 第二个字 那个Diago 好我只念第二个 另外有一个 有一个年轻人 他自己改了一个名字 这个就是 平常不要随便开主持人玩笑 他就会发这种叫你讲 哦真的啊 这制作人叫你讲 好他其中有Fantastic 然后他就比这个Superman Baderman Spiderman 什么什么的 所有的Fresh 全部通通都列在一起 对 这是他的名字 他的中文翻译是大陆翻译 翻得不太好 所以我们就不念大陆翻译了 好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 名字跟人格有没有关系 那个改名的到底有没有道理 某种程度上 改名的那个道理 如果是不雅就去改 否则他其实都是 古时候的一个统计学的概念 所以某种程度上 有些缺乏完整的科学依据 不过 我们从水的概念来说 急确符号和水会产生对应关系 所以人格为什么会 跟名字和符号产生关系呢 是因为这种水的解经所产生的 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来宾 能参与我们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还有更多丰富的话题 带给您明天再会了 拜拜